俗哥说电影 帮我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 解剖外星人 影片一开场 豆逼哥和小眼镜这对好机友 接触了记者的采访 为记者讲述了他们解剖外星人的全过程 这豆逼哥和小眼镜啊 本来是英国的屌丝 豆逼哥没什么正经工作 平时以贩卖盗摆录像带为生 小眼镜虽然在一家公司上班 但根本就不受领导重视 整天过得那叫一憋去 这天早上 豆逼哥正在家拷贝录像带的时候 他奶奶打扮得花枝招展 正打得出门 奶奶说 我是在网上玩游戏的时候 认识的你王大白 我已经47年没约会过 此时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 谁敢拦着我 我就跟这玩意 豆逼哥说 现在这网上啊 到处都是骗色骗彩的 而且这40多年来 你的感情是一片空白 我是担心那王大白对你瞎回来 正说着呢 带着礼貌的王大白 拿着鲜花来接奶奶去看电影 豆逼哥说 我奶奶这人特单纯 你可不能玩弄她的感情 下午4点之前必须送她回家 不然我就把你杀了 转场之后 豆逼哥正在市场兜售盗版录像带的时候 龙套叔凑了过来 说哥们你这有什么片子 豆逼哥说那多了 有枪战有浪漫 瞧见没 时空特警 上歌云顿的男人好 有动作有特效 打的是鸡飞狗翘 那是相当的热闹 龙套叔掏出证件说 孙子 我盯你呀可不是一天两天 不要反抗啊 老老实实跟我到锁了一趟 豆逼哥一看大事不好 现在咱再说说小眼镜 这哥们在单位不仅不受待遇 而且领导还经常拿来开涮 加班熬夜更成了家常面饭 什么升职加薪年终奖 他想都不敢想 豆逼哥说 你在这个公司根本就没希望 要想闲鱼翻身 那就辞职跟我到美国老金 1995年的4月19号 豆逼哥和小眼镜来到了 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 两人计划着收购一匹猫王的老照片 或者演出的电影胶片 然后带回英国证年 张大爷说 我家有一部老电影 绝对的震撼 看了之后 肯定会让你当下猛的一颤 转场之后 豆逼哥坐着张大爷的车 来到了张大爷家 张大爷说 我曾经是美国空军的战机记者 1947年的一个晚上 我正睡觉的时候 被人从床上拽了下来 然后飞了五个多小时 来到了一个 我从未听说过的空军基地 到那之后 他们命令我拍了一个片子 张大爷说着开始播放影片 豆逼哥一看着 当下果然猛的一颤 荧幕上显示的 竟然是美国军方 解剖外星人的画面 发生在1947年的7月 地点是新墨西哥州的 罗斯维尔空军基地 豆逼哥回到酒店 就把这事跟小眼睛说了 小眼睛说 就你这熊样 这天大的好事 怎么可能落在你的头上 打死我都不信 由于张大爷开价三万美元 而且少一分都不买 因此对豆逼哥来说 根本买不起 为了买下张大爷手里的胶片 豆逼哥找到了 UFO的狂热爱好者大长脸 大长脸把枪顶在 豆逼哥的头上说 我的钱也不是大风挂脸 而且我这人脾气不大 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一枪毙了 拿到大长脸的投资之后 豆逼哥从张大爷手里 买到了胶片 记者说 这可是美国政府的秘密 怎么会落在张大爷的手里 豆逼哥说 当初这部片子 一共有八份拷贝 其中的四份被送到了华盛顿 还有一些被送到了 犹他州的空军情报部 最后一份拷贝 被张大爷带回了佛罗里达 被告知到时候会有人来取 可一个星期之后 全世界的军事情报部 开始重新洗牌 航天科学局被拆分 并重组成了中央情报部 由于当时比较乱套 因此张大爷的联系方式 军方也找不到 胶片虽然到手 但由于年头太长 陈锋几十年的胶片被打开之后 很快就开始腐蚀了 电影实验室的大胡子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想恢复胶片上的影像 基本上就是瞎扯弹 这下豆逼哥和小眼镜彻底蒙圈了 因为那位脾气暴躁的投资人 大长脸那边还等线 大长脸要是知道 自己的三万美元打了水漂 那豆逼哥就别怨火了 垂头丧气的豆逼哥回到家 突然看到王大白 正在跟自己的奶奶 在沙发上探亲户 这下可把他给气怀 豆逼哥说你多大年龄 怎么还如此的冲动呢 王大白说我102 身体还行 充满了荷尔蒙 通过跟王大白的谈话 豆逼哥了解到 原来王大白家世世代代 都是做服装模特上剧的 豆逼哥一听 顿时心生意气 决定让王大白 帮着给做一个外星人的模型 然后重新拍摄一部 解剖外星人的纪录片 说干就干 豆逼哥和小眼睛 很快便网络了各路人才 这其中有烤肉店的毛仔叔 殡逸馆馆的冷静哥 极具表演天赋的金化节等等 要说这王大白家 不愧是足足味味干这行 这外星人做的是活灵活现 根本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解剖和拍摄的过程中 虽然出现了一些小插曲 但基本上还算是比较顺利 随后豆逼哥带着拍好的影片 来到了大长脸家 大长脸看完之后是泪流满面的 上去就给了豆逼哥一熊抱 当时就把这哥们给吓叫 豆逼哥说 既然大长脸都看不出破练 那咱发财的机会就来了 于是这哥俩商量之后 便在伦敦博物馆举行了首映式 得知消息的由FO爱好者 蜂拥而止 把博物馆围得是水泄不通 比感激还热 首映式非常的成功 所有的观众都信了 接下来是收获的季节 全世界的媒体都争相的保佑 都想拿到第一手资料 有现金有支票 把这帮人都乐出逼跳 这件事很快就被美国军方理知道 不过他们看过影片之后 全都笑了 当投资人大长脸听说 豆逼哥等人正在利用影片赚钱 心里非常不爽 他把豆逼哥叫到自己家 说老弟啊 打现在开始 我掌控所有的交易 挣得钱三二八开 我挖你二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一枪挖你给逼 不过这大长脸的命不太好 没过几天 这哥们正在卖钱怪圈里下球转的时候 很诡异的就领了河盘 1995年的8月28号的晚上9点 这部伪造的纪录片在全球供应了 并且成功的忽悠住了所有的观众 张大爷一看是一头的乌水 心想这帮孙子在搞什么鬼 接下来豆逼哥和小眼镜 开始全世界各地接受电视台的采访 忙的是搅干地儿 记者大兄妹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 不惜利用美人计窃取豆逼哥的秘密 不过这解门的行为 很快就被小眼镜给发现 到头来是鸡飞蛋打 是妹妹唠着 由于很多人都希望看到影像的原始资料 而豆逼哥等人又拿不出来 因此这件事眼瞅着要补不住 为了不露出破练 豆逼哥和小眼镜 在马路边画前雇了一个要饭的老头李大爷 冒充张大爷接受了电视台采访 这李大爷年轻的时候当演员 眼睛一流台词扎实 在镜头前表演的是唯妙唯笑 可以说比张大爷还张大爷 影片的最后 电影实验室的大胡子 把修复好的拷贝交给了豆逼哥 从画面上来看 到底外星人有没有来过地球 还真不好判断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星 这个世界很奇妙 太多我们不知道 所以不要吓唬来 以免哪天交犯票